几节宣布明年招考 再开有人直缺年龄无限制 期今上看74K唯一条件曝光 人人有机会 桃园机场捷运从2017年3月正式营运 除了载运量稳定成长 前进舒适的车厢也让游客对台湾留下良好印象 在今年12月8日当天 单日运量更突破12万人次 也创下营运22个月以来新高纪录 桃园捷运率限于10月动工 预计将在2025年完工 因此桃园公司决定预先培养人才 展开2019年度第一次新纪人员招募 在桃园公司2019年第一次人才招募当中 总共招募92个职缺 分别为运物类、维修类、管理类、原住民类、身心障碍 而共五大类别 其中以运物类组为最大宗 包含司机员、战务员、工程员等职务 共有41个名额 其次则是维修类组 包括机械、电机、轨道、土木等类技术员 共开出31个名额 另外、管理类组为3个名额 原住民类组13个 身心障碍组招勾4位运物票5技术员 至于薪水方面 管理类组的副管理师一职 其薪59K 最高更能上看74000元的有卧薪水 而运物票5类中的助力工程师 月薪也能够达到5万1000元 其他职却在适用期90天期间 月薪多为30K 至31K 而工程员薪资则为38K 至39K 当通过适用期以后 大部分职却的薪水则会掉至33K 至34K 工程员月薪为42K 至43K 自次招考在12月17日在线上开放报名 报考者必须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且不得兼具外国国籍 年龄并无限制 在学历方面 除了运物类组工程员 管理类组职务 需为大专院校毕业 剩余职缺 只要高中职毕业即可报考 考试内容分为笔试和口试二阶段 2019年1月12日进行笔试和数科考试 1月23日进行口试 1月25日公布录取名单 录取者将依专长分配至相关单位 工作地点为桃园节目沿线 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大好机会 这么好的待遇你绝对值得拥有啊